各位網友大家好 先跟大家講一講二手樓市的消息 新鴻基何文田豪宅屋苑天柱 剛剛成交了一間3500萬 業主在2018年買入來的持貨4年 賬面損失828萬6千 如果計成本洗費 起碼都輸1050萬 即是接近兩成半 近年何文田是一個買家很傷心的地方 你想想他這幾年推出的新盤 不計納米樓 納米樓已經輸到很難形容 只是講一些比較有規模一點 譬如何文田三半 這些是輸的 浩田 又是輸的 天柱這些 還有One Hormontine 如果17年之前買應該就賺一顆糖 但如果17年之後買 基本上都是要虧錢 而且每個盤都賣到死去末來 其實最好賣已經是One Hormontine 和天柱 最大的就是高銀潘蘇通 本身在何文田有兩幅地 一個是澳門 澳門賣了樓花 之後要取消交易 因為 賣來賣去都賣不到 所以回不了血 回不了錢回來 找些建築數 後來建築商就停工 現在就變了半爛尾 要找百武士來打救 而他老友楊壽成 都不說得了 叫他旗下的藝人 陳家樂用5000萬去買的單位 最後都是沒有成交到的 英王都很流行的 他自己發展的項目 經常都會叫他自己的藝人買回 增加個盤的號召力 今次陳家樂要湯雞還神 另外潘蘇通投了一幅 何文田上蓋的地 現在就沒有錢發展 賣了給英軍 而且因為沒辦法還債 連他的總部工銀中心都被銀主接管 最近好像賣出了65億 一講開的何文田地鐵站上蓋 未來會有兩期發展 其中華茂會建一個是4棟的 有843伙 另外英軍接手這個項目 就建5棟有918伙 這麼高價接地 只可以祝他們好運 講起高價接地 我最近有個 大陸的Agent 朋友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在國內的樓市的情況 我叫他給他一些具體少少的資料 他說廣州有個碧桂圓雲頂 他說2017年投地的地價 平均是23950元 一平米 年初買樓開價是4400-461平米 最近減到2200-241平米 最低兩萬元都有 而且不是無杯樓來的 是精裝 再加全屋智能 真是顛覆了香港人買樓發展商必賺的迷思 現在他賣樓的赤價 連他買回來的地價都不如 還要幫你蓋樓 都追不回他本身賣地的價錢 他都是為了救命 為了回賭血 為了生存 代理朋友又說 如果在去年 這樣賣樓 是會引來一班舊業主 出來維權 之後就會變上防鬧 什麼叫防鬧呢 就是去你售樓廠搗亂 打爛你的東西 接著就說發展商是惡意降價 要求發展商給他一個說法 這種文化都是國內特有的 不過他說現在政府已經控制住了 第二單涉釀個案在將軍澳新都城 剛剛賣了618萬 業主在2018年買入 持貨4年 賬面虧了82萬 如果計算洗費都812 另外沙田第一城 亦都宣佈跌破了400萬 剛剛有個中層單位 成交395萬 據代理透露 正正樓下的單位 去年成交是480萬 即是起碼損失超過兩成 近日就關於大渣哥和毛記葵聰 即是爭拗的事 其實我都看了發展幾個 現在就稍微有多少眉目 其實林日熙不做毛記之後 大渣哥已經不想再跟毛記合作 而毛記是大渣哥的大股東 他是佔49% 另外51%其實是分散的 他只需要找個人拿多2% 他就已經控制了整個大渣哥 其實這幾年的茶餐廳有多難做 飲食有多難做 大家都知道 毛記當初投資是245萬 但是這三年裏面 他已經收了300萬股息 如果毛記是要以數倍的價錢 才肯賣出股份 其實可以反過來 要毛記用同一個價錢 然後收購回大渣哥手頭上的股份 那就大家安樂 但是沒有了渣哥的大渣哥 就不是大渣哥 大渣哥這個聲明 是毛記剛剛 委任了 馮振超 做執董 和營運總監 之後才發出 究竟馮振超是甚麼人呢 AM730 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他也是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的理事 如果大家想知道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究竟是甚麼水 你可以上他的網站看看 是全部都紅色的 究竟是大渣哥絕情 還是毛記變了心 大家可以自行理解 今日的分享就到這裏 歡迎大家訂閱留言支持